带着身心的重创来到了美国 张伯利突然又变成了 美光灯的焦点了 又变成人们心中的英雄 甚至是美国总统 不惜口中最勇敢的人 但这个领导的荣耀 好像没有多久 马上又被宣告说 您的干脆的英雄 出了问题还是癌症末期 这种像是云霄飞车般的人生的 无常 无情 无奈 你怎么看待那段时间 你有没有跟神把你救出来去 又要把你置于死地 那为什么 我来到美国以后 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我在东亚系 这个余英石先生 就在那儿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社 就是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人 新闻记者 还有天文的学生领袖 就在这里边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我在那儿 在于先生身边工作了四年 我去到普林斯顿 那当然你想 像中国山沟里出来来到美国 普林斯顿 这个反差太大了 当然也就忘了我在那个 在冰天雪地里跟神的祷告 说卓娃我愿意把自己 显给你当作活祭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好的来读书 然后来做好我的研究 未来做一个学者 或者将来回到中国去 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 是刚才你说的 那一场病改变了我 那一场病 那我到欧洲去开了一个会 我来到美国三个月我就病了 那这个病很重 我就当时最早给我确诊是肝癌 然后就化疗 我化疗了半年 那人一化疗 人就身体整个的就垮掉了 所以我也就 想到了我最早跟神的祷告 我就说主啊 请你来医治我 如果你能够医治我 我就把自己显给你当作活祭 这次绝对是说话算话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那一场疾病 它改变了我许多的看法 我一直在疾病的时候 我才知道人多么渺小 人的生命多么有限 真的是刚刚看到美好的日子 健康没有了 生命没有了 所以我就那段经历很多心理的苦痛 带来很多的思考 对人生的思考 后来我决定 把我的余生奉献给神 我说只要我走出这医院 我就进神学院 感谢主 那神真的是 95年我回到美国 我的身体 这个得以恢复 95年底 我就进入到神学院 开始来读神学 可是我想请教你是 在当时的你 其实还年轻 而且你所看到的 你那些同伴 民运的领袖们 纷纷在不同的大学里面 拿到非常高的学位 而且从事的是 你最有烈火般的热情的 那种救国的使命感 宣扬的自由民主的价值 而那时候的你好像是 因为环境一步步把你推向 无奈的选择 不管是面对病痛 逃亡死亡 你去求助于耶稣 你那个时候 难道没有挣扎过 你人生的志向 是被动的 或是悲观的去服侍耶稣吗 没错 说得对 我也抱怨过 我也埋怨过上帝 因为我来了 你看我的 先逃出一些同学 都已经很好的学校 都有的毕业了 柴玲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 读完了他的硕士学位 那李洛在哥伦比亚大学 读完了他的法学博士学位 那我那个时候一身病 躺在病床上 他们来看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 人的这种反差太大了 我们当年 当年的战友 他们都那样的光彩照人 我却躺在病床上 当然我病情渐渐好转的时候 当我进入神医院的时候 当我开始服侍 我来到美国的中国同胞的时候 我才明白神的意思 如果我不经过这样的破碎 我也不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我也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 关系的恢复 是上帝最喜悦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就是让我们通过他的保血 与天父恢复关系 从神学院毕业后 张伯利应邀去全美各地步道 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和步道而信主 看到有那么多知识分子 留学生如此的渴慕福音 如此的需要得到教会的牧养 1998年 张伯利开始转向牧会的侍奉 为主牧养群羊 感谢神 他也遇到了一同侍奉神的亲密伴侣 莫师 其实夫妻关系是人生当中 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您和师母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你们的背景应该是相差很远 尤其您特殊的经历 是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是啊 是啊 我有两次婚姻 我第一次婚姻也不懂得经营 又结婚很短 就经历了六次 妻子就离婚了 我觉得我今天能理解他 因为对他来说 他那儿在二十五岁 很难经历这么大的政治变故 所以我也很理解他 来到美国 我慢慢的身体恢复了 我已经进入神学院了 看到人家服侍主的人都要有师母 未来做牧师要有个师母 那我也当然有这个想法 我后来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师母 我们也是在教会认识的 是有一次我编一本见证集 他投稿 那么这个 他的稿子写得特别特别好 走向生命的彼岸 那有的人现在在查 也能查到海外校园等的 那么他是上海复旦大学 来到美国的最早的一批留学生 他是86年来美国读PHD的 他91年PHD就毕业了 那毕业了呢 他也经历了他人生的破碎 他跟他的丈夫 我们孩子的父亲 他丈夫他俩同班同学 来到美国 一个大学 读的一样的专业 都是生化博士 一天半夜 没有任何的征兆 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走了 这心脏病 才31岁 你知道这个 来到海外 那个是90年代初 这人突然走了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只有找当地的教会 很感谢教会 他就事情处理完了 他来到教会 表示感谢的时候 第一天来到教会 听到唱诗歌 唱这个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们还有谁呢 他说 当歌声响起 就开始哭 就这样信主的 信主了 然后过了三年以后 认识了我 他也不知道 我做传道人 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他也不知道 我这个背景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 张不利是谁 就知道是个男生 我们俩谈恋爱 谈了快一年了 没见过面 就是在电话中 后来他告诉我 他就知道我的声音好听 他说 他要睡不着觉 一听我打电话 声音就能睡着觉 就觉得 这个人能使他睡着觉 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我们97年就结婚了 感谢神上帝 把他带到我的身边 我们有25年的婚姻 这25年婚姻 他一直跟我牧养 主的教会 本来是个科学家 他也在环保署 做过科学家 那么后来也奉献 读了神学院 他读达拉斯神学院 读了一个心理学的 辅导的学位 他非常的用心 来帮助很多的人 因为疫情这三年 他几乎每一天 都在视频前面来辅导 那些家庭破碎的 儿女有问题的 包括孩子们 在疫情中忧愁的 吸毒的 有重担的 酗酒的 帮助的都是这些可怜的人 所以我很感恩上帝 给我一个非常有爱心的 一个姐妹 做我人生的伴侣 所以感谢神 给我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第二次的婚姻 一个是离异的 一个是丧偶的 但是我们到一起 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 给我们的责任就是 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让我们的儿女 能够在爱的里面成长 所以感谢神 也谢谢他 25年来跟我一起来 来牧养主的教会 他做了很多工作 做都是不为人知的工作 我四处步道 你看 我的工作很多时间在步道 步道就要出国嘛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圣诞节 感恩节 我们家 就是他带着孩子过的 都是我在外面去步道 去走 所以非常地理解我 我也很感恩 感谢神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 张不立谈天说地 我信主以后呢 每当唱敬拜赞美诗歌的时候 我会流泪的 我在信主之前 不太流泪的 所以你现在也很想要 把你生命中所 历练出来 浓脆下来的一些观点 然后分享给 所有的民众 所以你现在又是一个 YouTuber谈天说地 有时候讲一些神的道理 但是在地上 可以彰显的是 不同各种社会文化问题 政治政治问题 可以解决的一些出路 我要 我做这个 我的谈天说地 这个YouTuber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征战 很多人反对 包括我的师母 都当时都不太同意 因为牧师嘛 就是 就讲圣经就好了嘛 好好的牧养教会 其实我非常爱美国的 我当时逃的时候 我并不完全了解美国 我什么时候对他 有志地发现 就是我逃到香港那一天 1991年 6月13号 我逃到香港 就是我的通缉令 发布的两周年 那一天 我到香港 我到香港 我进了美国大使馆 当我进了美国大使馆 就是美国的总领事 大使馆总领事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没有像苏联 把我关到监狱里 对我那个样子 他把我抱在怀里 他这个老人家 他流眼泪 流到我的脸上 当时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这是什么样一个国家 可以对一个逃亡者 这样的 这样的接纳 他说 我找了你两年 我们找了你两年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那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胸怀的国家 他也是我第二个祖国 我非常爱这个国家 但是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三十年了 我看到美国越来越很多不敬人意的地方 尤其我信了主以后 我发现美国越来越远离圣经的根基 这个政治正确 可以瞪眼说瞎话 把黑的说成白的 你还不能说不是 牧师也不敢在讲台上再责备罪恶 所以我还是要讲话 所以我就有了这个自媒体 当然牧师做自媒体 两难之间 还要讲圣经 同时要关注社会的一些问题 但是讲社会的问题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用圣经的观念来看这个社会问题 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 耶稣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要说的 当然我这个自媒体并不是影响太大的 我现在只有快四万 不到四万的订户 当然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基督徒 和不信主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边他们思想的碰撞 我觉得这个碰撞是有益的 所以即便你不同意对方的话 但你可以试试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 这才是真正民主在言论自由上面的一个保障 跟他真正的精神所在 所以也祝福你的YouTube频道 谢谢牧师 好 谢谢金玉 谢谢各位听众 上帝爱你们 我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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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爱 你就是爱 我打给你 张伯利牧师现在不仅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步道家 他也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YouTuber 在经历危机四伏的大逃亡 甚至度过了像鲁宾逊般闭口不言的日子 到后来重病生死交关的时刻 张伯利是一次又一次的遇见拯救他的主耶稣 让他与真理相遇 并且开始传讲真理 亲爱的朋友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你也在经历极为不公平的事吗 你也在遭受迫害身心受创 仿佛世界都如弃了你吗 欢迎您将需要带导的事项 电邮到荧幕上的意料信箱 我们的祷告团队将会为您祷告 祝福您平安喜乐 谢谢您收看《今天遇见你》 我们下次见 我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华人的面孔 那我也觉得我们的主灵的生命和信仰的生活 本来也是应该可以去和他们一起去展示 甚至说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事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 没有别人替我们记录的事情 我们也是一群有生命的人 我们的生命在这也是独特的 所以我很珍惜 就是说我有机会在日光之下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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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